迎接国庆深圳的各大公园装扮一心 营造喜庆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并策划开展运动科普等形式多样的公园活动 在保安区的凤凰山森林公园 红色的灯笼挂满了树梢 公园里一场深港交流徒步活动再次展开 内地和香港是一家人 我每一次都来我觉得很开心 一帮人这样深港一起玩好好玩 好漂亮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咱们深圳这个城市浓浓的国庆氛围 特别的喜庆 到达山顶我们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色 山海连城 然后有山有水有景 然后看到以后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在罗湖区的仙湖植物园 园区围绕庆国庆展风貌增活力的主题 通过花卉布置科普活动策划 服务保障等多方面措施 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为市民游客提供优质的休闲体验 非常喜庆 也彰显了咱们国家的强大 我们也是非常有自信 国内非常祥和安定 在广场还有庞山公路 包括这个道路都有悬挂这个灯笼和国旗 大概一千三百多个 使我们还补充这些石花增加公园的景色 也是对祖国一点祝福 我们已经做好这个充足的安保准备 应对这个国庆的客流高峰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 共享公园城市建设的绿色福利 深圳还将结合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 和复合型生活型生态型公园建设的要求 在国庆期间举行进百场公园文化祭活动 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多维度沉浸式体验